一把火如何烧光印度海军的野心 一次翻船如何让美国海军计划落空 最近印度海军又翻船了 而这一翻船翻出来两件大事 21号的晚上停在印度梦迈海军造船厂的印度海军 布拉玛普特拉号护卫舰发生了大火 现场浓烟鬼鬼 最后这艘军舰不出意外的在船屋里测翻 这件事情要是放在其他军队中 或许还值得说到说到 但是放在印度军队身上 那可就是平平无奇了 但这件事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根据印度方面的消息 这艘军舰的同型号军舰在2016年也曾测翻过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两艘军舰测翻的姿态几乎是一模一样 大家看看神奇吧 一次或许是意外 但一模一样的军舰 一模一样的姿势测翻 可不是什么意外和巧合能解释的了 说到底呢 很有可能是军舰上设计的问题 布拉玛普特拉基护卫舰 是印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上马的一项新型护卫舰计划 计划于2000年以前就能服役三艘 并完全形成战斗力 但是呢 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 这艘军舰的首舰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艘 布拉玛普特拉号直到2000年才开始服役 整整20年的时间啊 也让这艘军舰服役的当天即落后了 但它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它落后 而在于它对苏联军事技术以及北约军事技术杂乱的柔和 虽然最后形成的战斗力十分可观 但是呢 传身的系统整合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件事情呢 也再次暴露了印度军工体系的根本问题 那就是官僚资本管理下的印度军工企业 缺乏自主创新和设计能力 最近呢 印度展示了一款用于针对解放军 15式轻型坦克的新型坦克 虽然外观看起来啊 是一款从来没有见过的坦克 但是呢 明眼人不难看出 这不过是印度旧有的车身和外国炮塔的缝合 不仅车身高大 炮塔臃肿 动力也很难满足高原作战环境的要求 这对于印度军队的野心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说难听一点 一直依靠采购外国装备武装自己的军队 很难被称得上是一支强军 尤其是印度这种万国牌 一旦开战 光补击就是一个大难题 还有战场上的损耗和维修呢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对不对啊 但这件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印度海军军舰策翻这件事情 还把美国海军的一项重要计划打乱了 美国海军现在正面临三大难题 造船难 维护难 退役还难呢 这三个难题归根结底 都是美国船厂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试图呢 将一些军舰的维护 外包给自己的盟友 在这份名单里面 印度赫然在列 去年印度和美国关系最好的那段时间 美国政府授予了印度船厂 维修美国军舰的资格 因为印度船无不少 很多人认为这一授权 解了美国的燃眉之急 但是呢这件事情以后 美国海军还敢说印度能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吗 恐怕不给美国海军火上浇油就一定是好事了 咱们中国有句俗话 也就是没有金刚座就别乱瓷戏活 印度没那个本事就别瞎折腾了 造船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玩得起它 印度的体量确实不小 但是缺乏熟练高水平的工人 以及呢尖端设计人才 印度的造船厂恐怕很难有什么作为 大家对我以上的观点 如果赞同请点个赞 并且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下期再见